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以境内发射导弹和火箭弹 对以色列发起广泛打击 因此以色列正在对离真主党的武装目标发起打击 我们就详细来看一下 声明当中已军事对离南部真主党的武装活动区域的居民已经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现在尽快撤离 以防长加兰特当天也宣布全国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 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份声明当中则表示 向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发射了数架爆炸的无人机 用以报复其高级指挥官舒库尔 在上个月底遭到以军空袭身亡 沙特媒体报道 有超过100枚的火箭弹 从黎巴嫩射向以色列的北部 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地时间25号凌晨宣布 已经开始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 向以色列发射大量无人机和火箭弹 就上个月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炸死其军事领导人舒库尔一世 对以色列进行报复行动 好 针对现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互相的攻击 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立刻连线给在耶路撒冷现场的特约记者胡小宇 小宇现在以离的攻势进行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而以色列的国内对这一次的突袭 有哪一些最新反应呢 好的 姜李 好的 亚倩 我们现在收到的静期来看 目前以色列国内至少我所处的 那个耶路撒冷周边 还并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静止的状态 因为现在当地的时间来说的话 是当地时间就是早上7点钟 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上班时间 并且从目前得到信息来说 目前是可以正常上班的 只是那个有提示说上班的地方是必须要有那个附近的地方有那种可以低量的设施 就比如说是那种安全屋可以防止火箭在洗击的那种加固的那种房间 目前来看的话呢 以色其实大多数的建筑都是要求就是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设施的 因此的话呢 就对于大多数人的上班或者是上学应该还是可以正常进行的 然后从当地收到的那个消息来说 就是最外最大的机场 本国原机场 目前是暂时是关闭状态 预计关闭到当地时间10点 也就是说三个小时之后 根据实际情况再继续观察 目前所有的航班是延后的 但是呢 以色列南部的那个拉蒙机场 还是正常在运作的 虽然这次那个政治党说是为了输出而报仇 但以色列这边是据说是获得了确切警告 是要在就是今日的那个凌晨5点钟 对以色列发动洗击 而这一次先发这个计划的话呢 是昨晚就是在那个总理约坦尼亚湖和普通部长加兰特 这个批诊之下 然后执行的一次行动 所以据说主要打击的这个目标 是那个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洗击的一些 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发射器 所以具体情况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一下 有可能就是再去北部那边的话 了解更多的消息 好的 下面 好 谢谢小宇带来最新领先 事实上自7月以来 以色列同哈马斯 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的矛盾 是愈演愈烈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 中东地区近期矛盾激化的经过 位于以色列占领的哥兰高地城镇 迈迹在了舍姆斯的一个足球场 27号遭火箭弹击中 造成包括儿童在内12人死亡 招20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指责黎巴嫩真主党 发动了此次袭击 真主党方面否认与袭击有关联 袭击发生后 以色列总理尼塔尼亚胡 28号提前结束对美国的访问 返回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 召开安全内阁会议 商讨会议措施 会议授权尼亚胡和已防长加兰特 决定回应报复的方式和时间 30号 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郊区一栋住宅 声称击杀了事前策划 科兰高地袭击的 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布尔 空袭还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70多人受伤 30号夜间 美国无人机在伊拉克 对首都巴格达南部的人民动员部队 发动袭击 造成四人死亡 四人受伤 伊拉克谴责美军做法 指责是可耻的罪行和严重侵犯 31号凌晨 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 一个退役军人专用住宅发生爆炸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哈尼亚提起保镖当场身亡 哈马斯方面指责 以色列发动了此次袭击 哈尼亚预袭之后 以色列方面拒绝对事件置评 并于当日在社交媒体 发布哈尼亚的照片 还配上被干掉的字样 当天上午 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 召开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剪辑会议 下达命令 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打击 以色列军方一号确证 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大夫 在7月13号 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 汗尤尼斯地区的空袭中死亡 加沙卫生部门当时表示 袭击造成了最少90多人死亡 大部分是平民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8月1号馆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据报至少有60枚火箭弹 射向以色列北部地区 其中一些被拦截 其余的火箭弹落在开阔地带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以军到天 向黎巴嫩南部 亚特尔地区发动袭击 以回应真主党的袭击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据以色列和哈马斯新一轮的 开战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 就是不断地对于以色列发动攻击 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反击 据悉 已经让真主党 在黎巴嫩南部的一半指挥官 因此丧命 而相关话题 我们现场也请教到的是 中东问题专家 王靖先生来我们点评 也分析 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王先生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您如何来研判这一次 以离开打力度的强度如何 是双方点到为止的示威行动 还是准备好要全面开战的前奏呢 好的主持人 我觉得从当前的冲突来看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开战的前奏 而且如果说未来的管控 或者说未来的干预 如果没有有效进行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会升级 成为更大规模的冲突 因为实际上 尽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包括过去几个月 以色列和黎巴南珍珠党之间的 互相袭击是时有发生的 而且黎巴南珍珠党 确实是对以色列北部 发动过很多的攻击或的袭扰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 能够使得整个以色列北部区域 陷入到一个相对比较战备状态的 一个情形的话 恐怕还并不是特别多见 应该是过去几个月第一次 而且从当前 以色列国内安全内阁 包括说以色列国内媒体的 表态来看 可能下一个目标 就是在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之后 可能以色列的部队 会对黎巴南珍珠党 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 所以说当前的冲突 很有可能是一个 未来更大规模的前兆 而鉴于当前确实 以色列和黎巴南珍珠党之间 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 那么同时 斡旋的机制也并不畅通 因此如果说 相关的管控和介入 没有及时地展开的话 未来的冲突 可能存在进一步 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确实 目前看起来 整个局势越来越紧张 我们说 这个以哈战事 久度未决 而以色列先发制人 打击黎巴南 也显示出了 以色列对黎巴南内部的渗透 到底是达到了一个 怎样的程度 确实应该是比较强的 实际上有两个 比较明显的信号 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以色列是不断对于黎巴南国内 尤其是黎巴南政策长 所控制的 黎巴南贝鲁特以南的 黎巴南南部地区 进行不断的打击 那么其中有很多的 所谓定点清除的 这个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 大体上都取得了 非常大的成功 也就说明了 以色列情报机构 或者以色列军事 军事情报部门 对于黎巴南战场的情况 黎巴南内部的情况 尤其黎巴南珍珠党 相关的部署情况 还是比较到位的 了解的这个情况 还是比较准确的 另外一个 就是在本轮 黎巴南珍珠党 对于以色列进行 大规模攻击之前 刚才胡晓宇在前线也提到了 那么确实以色列 对于黎巴南珍珠党 有一个先发制人的 一个打击 所以说实际上 也显示出来 以色列情报机构 和军事机构 一直是对于黎巴南珍珠党 的军事动态 有比较密切的 和跟踪和研判 所以说实际上 确实在未来一段时间 恐怕以色列 还是会利用相关的 情报优势 和相关的 搜集的这些优势 可能会继续的应用在 对于黎巴南 和其他战舰的战场上 主持 好的 谢谢王金先生 所为我们带来的 观察与分析 随着以哈冲突 越演越烈 新一轮的加沙地带 停火谈判24号 是在埃及开罗召开 哈马斯代表团 已经抵达开罗 听取谈判的进展 但是不会出席谈判 不过以色列 也没有放缓 对于加沙的攻击 加沙卫生部门就表示 当天以军的空袭 最小造成50人死亡 当中有一家11人 一共是包括了两名儿童 因此遇难 在加沙南部的纳塞尔医院 受到了30多具遗体 他们分别在汉尤尼斯 三次空气中遇难 其中一次以军的炸弹 落在汉尤尼斯南部 一条道路上 一共炸死10多人 死者包括机动三轮车的 乘客和路人 以色列国防局发表声明 称摧毁了位于加沙地带 中部戴尔拜拉赫郊区 一条隧道 这条隧道属于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长约500米 此外 乙军称在持续的行动中 在戴尔巴拉赫东部地区 杀死了数十名武装分子 并摧毁了数十处军事设施 在汉尤尼斯西部的哈马德镇 乙军局部撤走后 搜救人员找到十多具遗体 民众陆续返回家中 收拾家当 但发现只剩下断壁残垣 几乎一无所有 民防部门表示 当地近七成建筑物已被摧毁 哈马斯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继续在多个地区 发出转印警告 声称加沙地带存在安全区 这完全是谎言和欺骗 哈马斯呼吁国际社会 联合国及其机构 保护无辜平民 并追究以防公然违反 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的责任 最新一轮以哈廷火谈判 24号在埃及首都开落举行 有消息人士称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将会参加 美国代表当天 与埃及和卡塔尔代表会面 随后 埃及和卡塔尔将与哈马斯 进一步磋商 哈马斯代表团一抵达开罗 听取斡旋方的意见 哈马斯一位高级官员呼吁调解方 应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遵守此前已有共识的协议 强调拜登政府有必要 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要求他承诺 并撤回心的条件 有埃及消息人士透露 25号的谈判将是 定制停火协议的关键一步 如果美国能向以色列施压 有望正式公布停火协议 新的妥协方案涵盖 确保关键地区安全 以及军民重返加沙北部等问题 内塔尼亚胡此前坚持 让乙军留在加沙与埃及边境 使谈判停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哈加里在24号称 四名预备役军人 周末在加沙地带的战斗 东西死亡 此外 乙军正在努力 解救援智 哈加里表示 随着开罗谈判 以及加沙地带 和以色列北部边境战斗的进行 以色列将迎来重要的一周 以色列已经充分做好 进攻和防御的准备 白宫23号表示 在开罗决行的停火谈判 是建设性的 将会继续在周末进行 有数千名的以色列民众 24号走上特拉维夫的街头 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 要求总理下台 重新举行大选 并且达成协议来斥放人质 抗议者就挥舞着 以色列的国旗 拉齐写着犯罪总理的横幅 表达对现任政府 在经济问题和加沙人质 问题上的处理不满 被扣押人员的家属 就手持亲人的照片 要求在25号开罗停火谈判上 达成协议是以色列 被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人质 因此获释 有人事的家属指责 总理内塔尼亚胡 有计划的阻挠 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 也称其为了个人的私利 和政治的利益 进行欺骗和操纵 要求他下台重新大选 有分析也认为 以军在加沙地带 与埃及之间的军事缓冲区 费城走廊的驻军问题 是停火谈判 能否达成的关键之一 这下关注是 中共外交部已经在 8月24号宣布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王毅的邀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将会在 8月27到29号访华 要举行新一轮的中美战略沟通 而在25号 外交部美大司的负责人 也向媒体做了吹风 强调中方将会重点 就台湾问题发展权力 以及中国战略安全 等表达严重关切 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肃要求 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美方在关税 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 单边制裁方面 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无理举措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 将经贸问题 犯政治化和犯安全化 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战局特别报道 乌克兰在日4号 是迎来独立纪念日 而这一天也是 而乌冲突 见满两年半的日子 而乌两军继续在乌克兰的本土 和俄罗斯的边境继续交战 而另外一方面 在阿联酋的调解之下 而乌当天互相交换 115名的战俘 这是自8月6号 乌军袭击俄境内 库尔斯克州以来 双方第一次交换战俘 而国防部透露 此次获释的115名俄军战俘 全部是乌军在袭击 库尔斯克期间俘虏 乌方官员表示 俄军炮击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 造成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当中包括一名婴儿 赫尔松市所在的赫尔松州 还遭到空头炸弹轰炸 乌克兰空军称 在乌克兰南部上空 拦截并摧毁了7架无人机 俄军远程轰炸机 并发射4枚巡航导弹 袭击位于黑海的蛇岛 另外 俄军稳步逼近 乌东顿尼茨克战略重镇 波克罗夫斯克 目前距离市郊不到10公里 若失去波克罗夫斯克 乌军补给路线 恐受到影响 乌军则对俄罗斯边境多个州 发动无人机及导弹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 防空系统过去一夜 击落7架无人机 24号早上又击落2架无人机 与乌克兰接壤的 沃罗涅日州州长表示 5架无人机在沃罗涅日州 上空被击落 造成2人受伤 比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 有2人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库尔斯克州州州长表示 击落7枚来袭导弹 据阿联酋外交部消息 经阿联酋政府调解 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天互相交换 115名战俘 俄乌双方对调解表示感谢 俄国防部24号发布视频显示 获释的俄军战俘坐上大巴车 神情难掩兴奋 这是自8月6号乌军袭击 俄境内库尔斯克州以来 双方第一次交换战俘 俄国防部透露 此次获释的115名俄军战俘 全部是乌军在袭击库尔斯克期间俘虏 乌方战俘24号也回到乌克兰境内 他们手持国旗和军旗 齐唱国歌 乌方称 这115人包括俄乌开战初期就被俄军抓获的俘虏 其中包括马里乌布尔钢铁厂的50名乌军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在与俄军联合部队领导层举行的会议上 听取了关于特别军事行动当前进展的汇报 会议在俄国防部一处指挥所举行 克里姆林宫消息称 普京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和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一 有关对入侵库尔斯克敌军的抗击行动和歼敌措施 以及特别军事行动当前进展的报告 普京表示 敌人将得到应有的反击 俄方所有目标都将实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政府发言人24号表示 目前乌军控制的库尔斯克区域面积估计为569平方公里 两军主要战斗区域集中在科热涅夫斯基区 塞姆河以南的人口稠密地区 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库尔斯克苏甲前线的现场报道 今天是周末 库尔斯克前线 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俄罗斯军队在苏甲方向 与乌军的在这个作战方向的军事的态势 周六 库尔斯克地区 格鲁斯科夫斯基区战线没有变化 乌克兰武装部队未发起进攻 但乌军尽数袭击 格鲁斯科夫斯基区本部的俄军 浮桥过境界 与此同时 乌军正试图从东翼向格列涅夫斯基地区突破 此外 乌军还对蒂特基诺和格鲁斯科沃的人口稠密地区进行空袭 据报道 一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机被击落 很可能是一架苏两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的苏宅斯基地区 乌军正从南部和西部 攻击俄罗斯武装部队在马尔丁诺夫卡地区的阵地 马尔丁诺夫卡为苏甲市右翼近两公里处 在乌军控制的科雷内卧房下 乌军加大了攻在科马罗夫卡村的力度 乌军四次攻击军位成功 在激烈的战斗中 俄军突击部队极大的恶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佩斯卡诺村地区的两个彻翼 同时俄军以前行攻势向格鲁斯科夫卡和科列斯尼科夫卡村庄推进 顿巴斯民兵15旅 采用阿富杰伊夫卡攻坚战的小口袋战术 已经在库尔斯克整条战斗接触线上被应用 目前俄军在库尔斯克前线显示的作战力量 除驻扎在车程的第58集团军第71摩托化步兵团外 来自别尔格罗德地区的第11军第18摩托化步兵师 和第44军第128摩托化步兵旅 以及顿巴斯北极群的200北极陆战旅 车臣特总部队阿和马特旅 俄罗斯国防部格鲁乌特战二旅五旅 以及国民禁卫军两个旅等 邓尼斯克人民共和国第一军团 和瓦格纳集团被整合的第九旅 以及顿巴斯民兵顿巴斯野狼师 皮亚特纳士卡第15旅 阿尔巴特特总部队野狼营 以及乌军战俘支队等等 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的序列是 由北约装备的第80加强旅 第138摩托旅 第128摩托旅 第72摩托师 第272摩托化步兵团 第217空降团 来自赫尔松地区的第104空降师 以及赫尔松方向的第810海军陆战旅 还有来自哈尔科夫地区的第155海军陆战旅 来自扎布罗热方向的第38和第64摩托化步兵旅等 8月24号作为轮换 有消息称乌军的第82和第95奴隶空中突击旅 也已经加入到霍尔斯克的集群 除此之外 乌军的外国军团 包括格鲁雅特总营 车城营 以及其他的雇佣军团队 也参加了霍尔斯克方向的作战 德国总理舒尔茨24号 与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通电话 舒尔茨办公室表示 舒尔茨在通话中表示 虽然明年对基辅的军事援助预算有所减少 但重申柏林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 泽列斯基则向舒尔茨通报了 乌克兰攻打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后的战局 并且讨论乌克兰需要的空防系统 和装甲车等军备的需求 接下来其余跟进是德国官员 在24号已经证实 是索林根市的持刀袭击事件的嫌疑人 已经在当晚向警方自首 审讯正在进行中 据报刑犯是一名叙利亚的男子 在2022年底到德国申请庇护 另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24号的一份声明当中称 袭击由伊斯兰国成员实施 目的是给巴勒斯坦等地的穆斯林复仇 德国北莱因威斯特法轮中 内政部长罗伊尔24号晚证实 当地索林根市此前一天发生的 持刀袭击事件 嫌疑人已向警方自首 德媒员印安全部门人士的话报道说 嫌疑人唯一名男子 在当地时间23点左右自首 被发现时浑身湿透 衣服很脏并沾满血迹 他走进警察并称 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罗伊尔随后在接受 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 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警方花了一天时间 进行搜捕 并逮捕了两人 但他们很可能不是行凶者 真正的嫌犯是投案自首者 此人正在接受讯问 相关证据已被扣押 罗伊尔说 嫌疑人落网 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又透露 这名男子与当天早些时候 遭到搜查的 一处难民之家有关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嫌疑人为叙利亚人 现年26岁 于2022年底来到德国 并在德国城市 比勒费尔德申请庇护 集团组织伊斯兰国 在24号的一份声明中 宣称嫌犯为伊斯兰国成员 实施袭击 是为了给巴勒斯坦等地的 穆斯林复仇 此前 索林根市23号晚 举行的建成650周年 庆祝活动上 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八人受伤 其中者逃逸 德国总理 舒尔茨要求尽快捉拿嫌犯 并依法严惩 英国《卫报》报道说 近年来德国持刀暴力事件 急剧增加 警方统计显示 2023年使用刀具 实施严重人身攻击的案件 同比增长近6% 达到8951起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 在本月初对媒体透露 内政部正在酝酿输紧禁刀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警方 25号上午时发布了声明 表示位于悉尼南部郊区的 恩加丁发生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 造成四人受伤 包括了一名警察 现场还发生了车祸 一名企图逃逸的男子 被电击枪所击中 而且已经被拘留 这也是今年悉尼发生的一系列 持刀伤人事件当中的最新一起 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 之前也加强有关刀具的法律 允许警察是在购物中心 体育馆还有公共交通站 使用电子金属探测器 扫描仪 检查路人 是不是有携带力气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法国南部城市 大莫特24号清晨的 一座邮带教堂 则是被纵过 导致有一名警员受伤 法国政府认定 这是一起反游主义的恐怖袭击 并且拘捕了一人 法国内战部长下令 在全国各地的犹太礼拜场所 部署更多的警力 事发后 在法国南部城市 大莫特的犹太教堂外 警方人员穿着防弹衣 在场搜证 有反恐人员在场戒备 当地媒体报道 在24日早上8时左右 一名腰间挂着巴勒斯坦国旗的 怀疑持枪男子 向犹太教堂纵火 期间一个瓦斯坪爆炸 教堂外两辆汽车着火 导致一名警员受伤 另外教堂入口处 也发生了两起火警 但火势迅速被扑灭 事后这名男子匆匆离开现场 法国总统马克龙 随后在社交网页上 把纵火称为恐怖袭击 法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方法 抓捕教士者 并重申不容许反犹主义 由法国犹太团体 在网上谴责事件 指爆炸发生在安息日期间 并在信徒早上礼拜的时间 这不仅是攻击礼拜场所 而是企图杀死犹太人 法国总理阿塔尔 与内政部长达尔马宁 到被纵火的教堂视察 阿塔尔表示 这起袭击针对法国的犹太人 假若当时教堂 挤满了参加礼拜的信徒 很可能已出现受害者 此次无疑是避过了一场悲剧 他表示 法国反恐部门正调查事件 法国今月发生多起 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 根据政府统计 截至今年上半年 法国发生了887起 反犹主义事件 是2023年同期接近三倍 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 事件是明显的犯罪行为 下令在全国各地的 犹太礼拜场所 犹太学校和各地的商店 加强保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社交通讯应用电报的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亿万富翁杜罗夫 据报24号的晚间 在法国机场被捕 他面临洗钱 恐怖主义等多项指控 也预计在25号的晚间 会出庭受审 据法国媒体报道 杜罗夫当晚乘坐私人飞机 从阿塞拜江飞抵巴黎郊区的 布尔歇机场 在下机时被捕 一名调查人员透露 鉴于杜罗夫十分富有 有足够资源逃跑 且缺乏有说服力的保释理由 他将被审前拘留 杜罗夫可能面临于洗钱 销赃 贩毒 儿童剥削 恐怖主义等相关的多项指控 一旦罪程将面临长达20年监禁 39岁的杜罗夫 据报同时拥有法国 俄罗斯和阿联酋国籍 他此前被法国当局 列入通缉名单 法国检方认为 由于电报缺乏审核 拒绝与法国当局协作等多重原因 这一通讯应用 已成为犯罪的温床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达万科夫 25日凌晨呼吁俄罗斯外交部 设法解救杜罗夫 并已向俄外长拉夫罗夫 发出相应请求 俄外交部表示 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 已采取必要措施 了解有关情况 杜罗夫所创建的社交媒体电报 是目前俄罗斯媒体和俄语用户 所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平台之一 因其对隐私和安全的高度重视而闻名 它提供讯息加密和自毁等功能 受到全球用户欢迎 但也招致各国政府的批评 他们称电报已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 广泛利用来进行秘密通讯 以掩盖罪行 凤红卫视总和报道 欢迎回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金融体制改革 做出前瞻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更好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公盛 24号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首要任务是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公盛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部署 第一项任务 就是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人民银行将围绕货币政策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等职责 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货币政策宽架 更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宽架 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繁范处置机制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健全金融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体系 深化金融供格策的结构性改革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与合作 潘工胜表示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三次实施了 比较重大的货币政策调整 精准有力支持经济回升向好 下一步将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着力支持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我们将技术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引导货币信贷活力增长 推动企业融资和著名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保持人民币汇利 在合理真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 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更有针对性的满足合理的消费融资诉求 同时研究储备增量政策主措 增强宏观政策的卸调配合 滕工胜表示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 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正在有序化解 融资平台的数量和存量债务水平不断下降 大部分融资平台到期债务实现了接续重组和置换 融资成本负担较之前显著下降 当前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较峰值以压降进半 滕工胜还表示 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增强金融开放政策的透明度 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持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凤凰卫视综合报答 而根据俄罗斯媒体引述 中国统计局的一份数据 在今年7月 中国从俄罗斯的同进口量翻了4倍 达到接近3.34亿美元 那么这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 俄罗斯媒体周六报道称 7月份 中国从俄罗斯的同进口量增加了4倍 供应量达到3.34亿美元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进口总量的大部分是铜和合金 进口额达到2.59亿美元 第二位是铜肥料和肺铜 价值7500万美元 第三位是铜粉和铜片 价值11.2万美元 而今年1月至7月 俄方累计向中国出口价值15亿美元的铜 在7月份中国铜进口总量中 俄罗斯排名第6 占比5.4% 今年4月 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铜和链实施了供应禁令 同时 美国财政部澄清 这些限制不是用于4月13号之前生产的这些金属 实施的制裁还将限制全球交易所的铜和链的交易量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就美以设额为由 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是答记者问 发言人指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 美方以所谓设额为由 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阻碍国际间正常经贸往来 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方也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并且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香港特区政府10月份将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新政长官李家超25号早上来到了旺角的一间中学 出席第二场地区咨询会 聆听市民们的意见 李家超带领中国司司长陈国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多位司局长 一早抵达伊丽莎伯中学 连续第二个周末出席地区咨询会 听取120多位来自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 李家超表示 十分重视地区咨询 市民最了解地区问题和细节 让政府可以解锁 上周举行的首场地区咨询会上 市民提出的意见很有启发 能协助政府更好运用资源及落实政策 提问环节 市民就各自关心的议题 轮流提出意见 从消费到创科 从教育到住房 范围广泛十分多元 有千年代表提出内地创科 告诉发展 香港也要有更多政策 加快推进 建议政府建设多元化的创业基金 为初创企业提供总市资金 政府可以考虑提供税务 减免或其他经济的优惠 也有市民建议把握奥运热潮 检讨本地体育发展 推动产业化和体育经济 有少数族裔人士提出 希望加强少数族群的中文教育 也有零售业代表指出 业界艰难时期 希望政府抢消费 建议争取大湾区居民来港 一千多行 同时派发消费券 鼓励本地消费 针对这些问题 李家超和在场官员逐一回应 在谈到经济发展时 李家超表示 香港经济增长正面 个别行业面临挑战 要先有人气才有财气 在个别行业 去适应这个转型期 和洗牌期 洗牌期的确是有挑战 我们搞活个人流 肯定是我的政策 各种方法 无论所提及的 或者我们有一些新的意见 我们都会和内地的政府 去商讨 李家超表示 在不同领域 都会取人所长 去人所断 会学习及吸收 任何好的经验 凤凰卫视赵龙 香港报道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提交就任宣誓声明书期限届满 而选举管理委员会24号表示 400份已经经过签署的就任宣誓声明书 已经全数收回 而400名的委员也正式宣誓就职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就表示 选委会委员递交了声明书的过程 很畅顺 所有就任宣誓的声明书 都符合法律规定要求 而选委会的委员将会在29号到9月12号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 提名期内要行使提名权 以及在10月13号行使投票权 选出澳门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选人 的后任人选 那么据澳门的就职宣誓法的规定 所有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需要在接受职务的时候 以签署声明的方式来宣誓 台湾方面的消息 民众党政治现金争议还在延烧 而党主席柯文哲23号再度道歉 说要深刻的反省 相信自己认识50年的同学 此话一出就让外界猛批甩锅推责 犹如政治渣男 而柯文哲月前党员隔口网站 民众党政治现金争议延烧 党主席柯文哲承认没有落实财务监督机制 要负最大责任 他23号发文道歉 说要深刻反省 相信认识50年的同学 这番话让外界炮轰政治渣男 试图卸责 柯文哲又说自己世人不明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应该要去看眼科 这样才可以拯救民众党 前民众党员林冠年也曝光录音党 证实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曾说 民众党经营的网上节目 林众之声的捐款流入公关公司 钱都在 这个也没有流到私人口袋 这是我们在检讨的 我们党内怎么有曾经出过这种人 林冠年跟柯文哲并不是不熟悉 因为林冠年当初要去选足备的时候 柯文哲也是支持他 现在是不是就觉得 好像谁不好我就直接切割 他当年被人家撤销提名 怎么现在变成可黑 奇怪这个 所以这样政治上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 林冠年也发生反驳 柯文哲 如果他要用那么高的道德标准 检视别人 那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到底在哪 柯文哲真的是没有办法怪别人的 不但没有彻底的理清还来用人身攻击 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做法 民众党党员一一跳船 柯文哲无论是道歉还是甩锅 也未能平息争议 凤凰卫视风和报答 辽宁葫芦岛的暴雨墙线救灾工作 24号是持续展开 这次暴雨过程综合强度为特强一级 至今一共是有10人遇难 14人失联 另外一名基层干部因为救人牺牲 累计转移的群众则超过5万人 目前在受灾最严重的建昌县 还有隋中县 还是有部分的村镇 处于断水断电以及断路的情况 应急抢修工作还在继续 在重灾区建昌县黑山柯乡的杨树底下村 经过持续抢修后 进出的道路24号下午终于抢通 不过水电通讯还未恢复 天气也乌云密布 随时可能降雨 对救援的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入夜之后 整个山区连带村庄基本上漆黑一片 不过工作人员继续开着挖掘机 前往南面的小南沟 去修复非常核心的一座桥梁 而在建昌县杨树湾自乡随着洪水退去 当地组织民兵对干道和沿街商铺 进行防疫消杀 卫健与疾控部门对饮用水进行严格检测 并紧急调拨药物 保障居民用药需求 至于最偏远的王台村 此前因为道路中断一度成为孤岛 目前道路已经打通 各类抢险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被运进村里 包括矿泉水、方便面、以至香肠等等 而在辽宁隋中县截至24号零时 暂时已恢复供电超3.7万户 剩余的受损线路仍然在抢修 凤凡卫视综合报答 欢迎回来 据中国国防部消息 因埃及空军邀请 8月下旬至9月上旬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参加埃及航展 国防部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派八一飞行表演队7架坚实表演机 一架运220飞机参加埃及航展 据人民空军官方微博的消息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自2013年首秀莫斯科至今 已经10次飞出国门 先后赴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等7个国家 进行飞行表演 据了解首届埃及国际航展 将于9月3号至5号 在埃及新阿拉曼国际机程举行 包括动态飞行表演 专业领域会议 以及尖端航空航天产品和服务的展示 预计将有超过250家国内外参战者来参加 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本月26号 在汤家拉开帷幕 澳大利亚的智库洛伊研究所的学者 在日前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指出 本届的会议将会聚焦气候危机 经济发展以及医疗教育等地区挑战 并且认为推进岛国区域一体化发展 对于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 将于本月26号至30号 在汤家首都路库阿洛法举行 届时中方援建的体育馆 将作为此次会议的主会场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学者索拉 日前接受富翁记者专访时表示 会议将就应对气候变化 教育薄弱 医疗资源匮乏等社会危机进行讨论 在采访中 索拉还指出 太平洋岛国面临的诸多挑战 不是单一国家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解决的 因此有关太平洋岛国地区 推进一体化发展的呼吁 对于太平洋岛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十三届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 即将在唐家举行 中国派出了以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 前波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外界十分关注28号这场 中国同岛国领导人的互动 富翁我是杨海英 新年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4号表示 梁明兹6月初以来滞留于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将会在明年2月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龙飞船返回地球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表示 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飞船不载人返航 能够让美航天局和波音公司 在他返回的过程当中继续的收集相关的测试数据 同时也可以避免宇航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而这两名美国的宇航员也就是威尔·莫尔 以及威廉姆斯在6月5号 搭乘首次载人试飞的波音星际客机的飞船 前往国际空间站 原定6月14号会返回地球 但由于出现了推进器的故障 还有氦气泄漏的问题 返航的时间一再的推延 两名宇航员到现在已经滞留在国际空间站 两个多月 美国西海岸近日则出现了异常的冷空气 包括了加州内华达山脉在内的多个山区 都遭遇了罕见的8月降雪 不过气象部门指出 稍后就会恢复于往常8月的天气模式 一股异常的寒冷气流 24日连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 带来了降雪 加利福尼亚州的内华达山脉 当天也迎来小雪 内华达山脉附近的唐纳公墓桥上 当天正举办一场越野跑比赛 但天降小雪让前来参赛的市民 在遗憾不能参加比赛的同时 更对目睹这一奇景感到兴奋 当地发布的一则影片 可以看到内华达山脉 约赛米地国家公园东南部的 一处观景台上有积雪 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加州内华达山脉山顶 可能会降更多小雪 主要集中在泰奥加山口附近 和约赛米地国家公园的高地 美国国家气象局并提醒 徒步和露营院士 要做好准备应对道路施滑 自2003年以来 约赛米地国家公园 及泰奥加山口等地 8月份就没有出现过僵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于受到连日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 在巴西的圣保罗州有多个地区 22号也发起山火的一个危机 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画面你看到大批的农田燃起熊熊大火 而冒出滚滚农烟 消防车努力进行铺救 在23号起火点附近的一家工厂 有两名员工适时要灭火的时候 因此死亡 而目前圣保罗州数十座的城市 已经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 感谢大臣父皇武艰专列 举手定我们各节新闻 感谢大臣父皇武艰专专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